講最後一點 以韓國為例 韓國最近國會也在修法 他們要把一週68小時的工時要下降為52小時 委員他提出來說 人家韓國就已經在進步要下修每週的工時68到52 我剛剛Google了 大家也可以Google去上網 我在2014年12月人家的一個文章裡面 還有那個報告裡面 那時候的韓國他們的基本工時 已經是每週40到48依工廠規模的大小 如果2014年每週的工時是40到48小時 那怎麼會有現在要從68下修到52 這大家擷取的資料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要可受公平 所有的資料應該要公開 大家都可以去Google 那所以如果說好吧 好吧就算現在韓國是下修到52 那台灣現在我們剛之前通過的 每週的工時也是40小時 月加班時數46小時 這加起來怎麼會如同剛剛其他委員說 台灣的工時什麼可以多少多少多少 那個數字都不起來啦 我只是在講說這個數字是都不起來的